今天請大家務必一定要拍喔 我們回去就看照片點名 如果有簽到卻沒有拍到照片 就知道下次要怎麼辦了 下次要怎麼辦 下次可能要拍展配吧 那個是我們上 今年前半年的一個活動 一個行銷活動 大家可以直接找Foxie.com Foxie.com 他應該已經跑到這裡了 直接找Foxie.com 他就是有很多貼紙可以讓你貼到 可以讓你分享出去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 剛剛那個影片 也是 這陣子才出現的影片 他是Foxie.com開箱文 然後他好像是一個很有名的開箱文的作者 就是專門在拍開箱影片的作者 那大家有發現字幕到了一半之後就壞掉了 那就是我們下半場來解決的問題 那 感謝大家來今天的2015暖離自由日 欸 那個門口單位請到進來嗎 那 對 那但是 他進來了之後等一下 等一下可能就會有人在外面喊 所以說等一下就是要有人 可以去故意幫我開門 好 那 我們軟體自由日已經 辦了四五年了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就是第一年的時候 跟他們申請來的旗幟 已經變成這麼殘缺了 對 有點這個我昨天查了一下是從08年開始的 可能也是那兩三年就開始 開始辦了 那過去我們曾經有做過 SFD 有做過Torush在電影院的播放 有誰有去過的嗎 四位 那是前年的事情 然後有翻譯過SUMO的文件 應該是去年的事吧 應該是大前年的事情 然後去年是 然後有在 呃 那個什麼廣室 有在那個什麼 台大那邊那個 那個 那個教堂那邊 好 沒關係 好 今天反正總之歡迎大家今天一起 跟我們一起來過軟體自由日 其實是昨天 但是沒關係 對 是9月19 那我們今天 這次很高興可以到微軟這邊來 來辦這個活動 那為什麼會到這邊來辦這個活動呢 是因為現在同時 BiFox40在 上個月應該是 一兩禮拜前釋出 那當然那個是第一個就是 加入Windows10的版本 所以我們就有 就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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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世界各地就有好幾個地方一起 就是 以Windows10的BiFox 為主題來舉辦的這個活動 然後 剛好進來 微軟也對 開源軟體有很多很多的支持 跟 貢獻 微軟其實有蠻多 最近有蠻多新的開源軟體 或者是服務的 那 所以我們也請他們 等一下會有 會右上官來跟大家介紹 微軟的開源服務 好 那 我是Irvin 如果大家也不知道的話 那我是現在 萌葉這邊的聯絡人 如果任何事情找我就對了 那 如果你想要幫忙做什麼事 幫忙做事 但你不知道做什麼事 也是來找我 然後 今天的照片跟 影片 如果你發推特 或者 Facebook 請tag這個tag moztw-sfd-2015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很淡很淡的 有上市Facebook 的照片 那如果有照片的 可以幫我們上傳到 這個freakergroup freaker.com 斜線group 斜線 moztw 那我們全部的東西 都會收集在這裡 那今天 剛剛有拍到Facebook 的照片的人 也可以到這邊來看 等一下會上 就是 會後會把它上 通通上到這個地方去 那我們是Morea台灣社群 有人不知道的嗎 我們是 這個網站的 維護這個網站的志工們 對 從04年開始 好 那 因為時間 因為時間很趕的關係 所以說等一下就 等一下我們先放一部 Fivebox的介紹影片 那我們今天的流程是這樣子 先 先 有 一個演講的 先有一個演講 一個演講的section 然後中間會有中場休息時間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的 會有 L10N工作坊的時間 那工作坊的時間 等一下會分兩間 這一間跟 等一下轉角過去那邊 有一間 比較小間的教室 那 有一半的人會留在這邊 一半的人會過去那邊 那這邊會是 做跟影片有關的東西 那邊會是做跟 Fivebox補助作明文件有關的事情 那我們就直接先 開始放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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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Firefox 所以等一下第二个part的时候会有一半的人留在这里 那就会跟我一起我们来把这些影片的字幕给处理掉 看要把他的英文修好呢 或者是要把他的英文字幕翻成中文字幕 或者是要把中文字幕已经有人翻译了 但是我们要把他更改的更流畅更顺畅这样子 那过去大家所看到的所有我们回来的影片 只要有中文字幕的影片都是这样子做好的 那我们今天第二个session会有这个部分 那你看刚刚我们这边是国家社群嘛 那Maria全身各地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社群 在世界各地每个国家都有 那大部分的社群都做了好 都负责就是翻译Firefox啊 然后还有他的文件啊 还有办相关的活动 这样子的事情是 就是大概全身各地的社群都是会做这几件主要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因为Maria有个任务 就是要维持网路的开放 维持网路的创新 对 那这是Maria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说 为什么 Maria今天会在这里 然后会有Firefox这个软体 然后我们大家会一起在这边 有软体自由日 然后等一下第二个session会 花一点时间来协助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都是为了这个事情而努力 然后而认同这件事情的人 好 第二个今天是软体自由日 那 软体自由日 那软体自由日是 是08年的时候的 软体 有一个Software Freedom 移民学还是什么的 SFI 他们所发起的活动 然后就决定说 就是要在9月的时候庆祝 9月的第二个礼拜六 庆祝 自由软体跟软体自由这件事情 对 那我们在台湾也 推广了 软体自由这件事情 推广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那很高兴今年 有 呃 开放文化基金会成立 对 那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这边有 爸爸 他是开放文化基金会的理事 那大家 修中场的时候可以跟他 好好地聊聊 这个基金会在台湾 然后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 来 然后要怎么样去推广 软体自由和开放文化相关的理念 这样 好 那 今天为什么会在微软这边 我们刚刚有讲过嘛 就是 第三 今天有软体自由日 然后还有 在微软这里 为什么会在微软这里 我们刚刚有稍微有提过 就是 其实就是 FiveOS 40 是Windows 10 相容 Windows 10 那 因为Windows 10 也是在今年释出 那我们也很高兴 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版本 所以 就是 很高兴就是 微软能够借我们这个场地 然后一起协助这个活动进行 那 也是我们 在 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到这里 到这里来 然后 在微软庆祝软体自由日 有没有一种冲突魅 就是希望大家 希望以后 能够很长有机会到这里来 就是 有更多更多其他的活动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会先请 微软的上官 来为大家介绍两个题目 介绍一个题目 是先哪一个 先那个 软体 自由软体 open source 软体 会先介绍微软的开源软体 我们总共今天有四个题目 对 好 那就 上官就拿来 好 直接来 先交给你吧 好 举牌消息